十人本《星剑战境》 野儿明天开启 野儿被换到了困难本 相比第一重薛无泪这个pose 反而简单了一些 第一个技能 火树银花 野儿对前方的扇形造成火焰伤害 并射出飞镖 在地上留下三个火圈 在火圈里会有持续的伤害 但是高功力玩家必须要进去吃火 为下一个技能 枯木困魂做准备 第二个技能 枯木困魂 这个技能日常本里也有 召唤枯藤对玩家囚禁 并造成持续伤害 但是打法是不同的 野儿血量在70%之前 会困住两个数数职业 之后会困住三个 枯藤不是急火打掉的 而是刚才进了火圈的玩家 烧掉的 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跑位 尽快地救出被孔玩家 因为boss在战斗中会召唤孔雀 必须在倒计时内打掉 否则就会自爆 第一次自爆造成高额伤害 第二次没打掉直接团灭 这两个技能会同时出现 所以必须先救人再集火 否则输出会不够 第三个技能 万魂金刺 boss气血低于40%时 会在脚下生成万魂金刺 这个技能日常本也领教果 伤害很高 千万别傻站在里面输出 第一次会一直存在 所以T要注意拉开 其他的DPS职业尽快输出 否则全场铺满就完蛋了 另外 boss会掉落猎羊之星的buff 输出玩家减了可以增加伤害 下周开始 周末会现实开放 十人本的随机匹配关卡 有匹配奖励 还会消耗助战次数 获得助战奖励 所以下周刷新助战奖励 可以先不忙打 药师是天刀手游史上 最惨最憋屈的boss 因为机制太简单 从困难降级成了普通 打这个boss配置跟其他差不多 1T2奶7DPS 第一阶段不死药 boss会召唤毒人 第一波四个 毒人带有剧毒效果 聚在一起还会造成更高的伤害 这个阶段所有人抱团 20秒内群掉就好了 奶妈注意留佳雪的大招 在这个时候放 第二阶段 星延换 boss随机选择一名玩家 对其释放剧毒 解决办法就是 以毒攻毒 其他玩家头顶会随机出现 有星或延或换的字 等boss释放技能可影时 迅速给被抓住的玩家传毒 第三阶段 入肺腑 要是会在最后阶段释放毒素 对全体玩家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不用管 DPS直接丢大招 集火输出boss 这个阶段boss还有可能会释放 可以也不用管 全力输出